今天我們來進行的是這台忍者500的觀眾QA 這一次我們一樣在YouTube還有FB上面有做問題的發問 然後也很感謝大家的踴躍提問 這一次我從YT的問答先開始 因為YT這邊的提問還蠻踴躍的 首先第一個問題是 引擎的震動還是一樣大嗎 我覺得在引擎的震動上面來講冷車的時候會比較大 然後在熱車的時候感覺就跟忍者400差異不大 所以說震動如果你是跟忍者400相比的話 我覺得差異感是差不多的 好第二個問題 警察會開拔防燙蓋嗎 好問題這幾天騎在路上遇到警察 警察都沒有攔我 所以這次會開還是不會開 好再來就是 穿騎的特色改善了沒修不好修不完的意義 這輛車我騎了三天有 然後目前我自己在路上騎的里程數是230公里的 那我是沒有聽到這輛車有什麼組裝上面發出的意義 或是卡榫沒有卡緊所發出的意義等等 車輛在運行在行駛或在拉轉等等的使用上面來講呢 就我目前騎了200多公里來講呢 它都是正常的 好那再來第三個問題就是 500跟400應該只差引擎不一樣而已 是來取代400的對吧 其實除了引擎不同之外呢 在它的其他地方都有做一些設定上的調整 那有些調整可能是看得到的 有些調整可能是看不到的 然後呢它確實是要來取代忍者400的沒錯 但是呢這輛車它的整個調性跟忍者400是有一些些不同的 這根管會有防燙蓋的問題嗎 這個問題呢你可以去問一下經銷商或是原廠 因為目前這台車我拿到的時候 我沒有看到它的整個驗車圖 然後呢這幾天騎上路也沒有被刁難 所以這個問題呢我無法回答你 還有下一題就是說 它是電子油門嗎 還是跟之前一樣是鋼索油門 它是鋼索油門 然後是走雙鋼索的 鋼索在這邊有兩條 它不是電子油門這個就比較可惜 好那再來呢就是 這還可以取代冷室嗎 如果想要熱血的話 是不是還是冷室比較好 如果這輛車跟冷室相比的話呢 在中後段的延伸 這個所謂的中後段的延伸呢 是說在時速130公里以後的延伸感受 我覺得忍者400確實是會比較有運動化的感覺一點點 但是呢就中低速還有一般山路上面騎乘來講呢 我覺得忍者500完全可以替換掉忍者400 而且在某些方面來講呢 忍者500它的整個輸出調性啊 會比忍者400還要來的吃香 在台灣的用路環境來講呢 以台灣的這種小山路或是小賽道來講 忍者500它給你的樂趣會更大 就同樣的車輛設定下面來說呢 你只要把它跟忍者400一樣 去把煞車改一改 然後去把懸吊改一改的話呢 那麼這輛車它在整個運動化騎乘的表現 一定不會讓你失望 它雖然在帳面上的數據上面來講呢 可能轉速率提前了一點 但是呢最大轉速並沒有往後掉 在這邊我給你看一個我在重畫區體驗的畫面 就是它可以直接拉到斷油是1、2轉 非常的過癮 好下一題 我先說冷室、冷武跟4RR的監理戰照片 都是有防燙蓋的 所以5年後驗車真的會搞死人 我身邊騎冷室的朋友都氣到想賣車 這就是為什麼二手架那麼慘的一個原因 其實這個東西呢 在之前的這個4RR被開防燙蓋事件裡面 我有跟大家分享解方的 就是你現在馬上去登錄說 你有變更排氣管 你有改管 那你就可以直接用這支管子去驗 然後或是說你自己去改你想要的管子 不管是蝎子管啊 英國蝎啊 還是番載管什麼的 你就改自己喜歡的管子 然後去驗 驗過之後呢 在今年的這個審驗期之間呢 你的車就是可以做一個免費的合法的變更 然後外觀造型排氣管部分 就會這樣被變更過去了 之後你去驗車呢 應該就不用擔心了 那如果說你今年來不及拿車的話呢 其實明年你也可以去買認證管 那認證管裝上去之後呢 基本上這個問題呢 也就消失了 所以防燙蓋的這個問題我覺得不大 而且經銷商應該會附給你一片防燙蓋 反正你就是五年驗車 然後裝上去或是被警察刁難的時候 就想辦法這樣子 其實這很無奈啦 這個也不算是廠商絕對的問題 很大一部分還是台灣歸一點的問題 因為你看嘛 這個車子 防燙蓋面積你說小嗎 不小耶 你看這個地方 我剛剛車台剛騎過 現在車子的溫度啊 還有五十幾度 就是車子引擎溫度 排氣管其實 熱度是還好的 就是它的整個防燙隔熱啊 我覺得都是有做 那只是因為台灣的法規 所以把它變得這麼畸形而已 好下一題 如果轉速扭力都提前了 是不是油耗數字就更漂亮了 原本我以為會 但是現在呢 這個問題在我騎了三天之後呢 我給你一個保留的答案 因為我後來發現這輛車它的整個設定 它的整個騎乘呢 都還是偏向於運動化的 所以說它的整個油耗的數字 是否會變好呢 這個我持保留態度 好下一個問題是 這一次除了排氣量的升級 還有其他油感的升級嗎 我覺得油感的升級 就新手還有女性消費者來講呢 就是它跟冷視相比 它又更加有這種 騎乘姿勢的親和力 就是它整個騎乘姿勢啊 我覺得是更偏向於 忍者600一點點的 它的整個收腳放腳的這個感覺啊 是更加親切的 而且把手的部分 它的姿勢上面來講呢 我覺得也是更加的有親和力 這個也算是一個比較有感的改變啦 整個排熱我覺得是有提升 那再來呢就它的風鏡有加寬 好那再來就是 兩台定位有明顯差別嗎 忍武的紅線是極轉 你是說跟哪一台定位 是4RR還是忍者400 那以跟4RR來講 當然兩個是天差地別啊 就是一個是比較偏向於運動化的輕仿賽 中量級的仿賽 那再來呢 另外一台車呢 它就是比較偏向街跑車 但是它的這個街的成分呢 是佔比較多的 那如果說是跟忍者400相比的話呢 我覺得這一輛忍者500 它的舒適度跟它的親和度 確實有提升 但是在熱血度上面來講呢 我覺得沒有損失 而且呢 某些時候你在騎的時候 你甚至會覺得它可能會比較熱血一點點 好那再來就是 忍者500紅線極轉 我自己騎 我是發現它可以到12000轉 這個我出乎意料 就是原本以為官方寫9000轉 那搞不好就是9000轉就斷油了嘛 因為之前忍者400 它是最大轉數大概10000轉 1111斷油 所以我覺得這輛可能就是 了不起跟500R一樣 9500就斷油 結果沒想到它竟然可以拉到12000 這個是我非常驚訝的地方 好再來下一題 訪賽又來了 重機借得陸西派余翔全 每天只會搞事 不然渾身不對勁 這個問題我其實看不大懂 我可以跳過嗎 因為我真的看不大懂 這什麼意思 這輛車我覺得 騎過之後我覺得還不錯啊 真的還不錯 驗車的時候 一定要裝台騎給的防燙蓋嗎 還是可以裝坊間的比較好蓋 可以裝坊間的 驗車的這個部分呢 我可以確定 因為之前我老婆的R3去驗車啊 他們也有給我弄防燙蓋 那這個防燙蓋呢 當然就是第三方的嘛 就是它不一定要求說 你一定是要YAMAHA的 或是你要哪一架 反正 驗車的規定就是 你的防燙裝置 只要超過 我記得是排氣管面積的 32%吧 就可以過了 所以說它不會去管你 這個防燙蓋是怎麼樣的形式 你要用防燙條 還是要用防燙塊 還是要用防燙蓋 全部都隨便你 反正驗車的時候有就可以了 下一個問題 這台會不會讓忍者650定位更不明 會 而且呢 這個會是因為我覺得 在某些訊息的傳達上面 所造成的就是 這輛車實際上騎過之後 我發現它的脾氣跟忍者650 是有所不同的 但是 在騎它之前 在騎乘它之前呢 我跟大家都一樣 都認為 這一次的500 它可能就改的跟650很像 或是跟500R很像 然後就沒有什麼脾氣 溫溫順順的 可能就不好玩了 那可能就是一個 650的縮小版 但是呢 在這邊我要說我錯了 騎過之後我發現它的脾氣 跟650還有500R 是大大的不同 在中低轉的部分 它們都是走一個親切好上手 而且扭力充沛的模式 但是呢 在高轉延伸的部分 500還是有給你 500R沒有 忍者650也沒有這麼好 所以說 這輛忍者500呢 它在整個調性上面來講 其實跟650相比 兩台車騎過之後呢 消費者應該是可以很快就決定出 自己要哪一台車 可是呢 因為規格表 看不到這些東西 還有就是經銷商在push的時候呢 可能兩台車都沒有領這個試乘車 或是兩台車有某些地方的相距點又太近 所以導致這個東西呢 500跟650可能會有一個定位上相打的情況 但是我覺得如果說 總代理或是經銷商這邊 願意去辦多一點這種消費者體驗活動 讓大家都騎騎看 650跟500 而且是讓他們體驗過這種高轉速的區域之後呢 消費者應該就可以很快速的選出自己 到底喜歡哪一台車 畢竟 第一個價格有差 第二個配備有差 再來就是穗金排氣量都不一樣 所以說在消費者的選擇上面來講 如果原廠的這個消費者溝通啊 可以再做得多一點點的話 我相信應該是會讓這兩者的定位 是明顯的定出來的 只是目前就現階段來講呢 因為我自己在騎過它之前 也是有這個誤會 所以說 就後續的銷售面來說呢 如果沒有很強調他們兩者哪些差異的話 消費者可能還是會搞混 好下一個問題是 好騎油耗如何 這一次我會做 那當然啦 一樣是殘酷的油耗測試 就是我的這個很胖的體重 再加上呢 你看剛剛騎山路 然後騎高架 騎市區甚至有做一些拉轉的測試等等的 油耗一定會比公布的數據還要殘酷 但是呢 我騎出來的數據啊 如果你能比這更殘 代表你比我還要厲害 好下一題 同樣街跑設定的忍者60 感覺就變得多餘了 在騎過這台車之前呢 我也是這麼認為 但是騎過之後呢 我覺得忍者60 果然還是有留著必要 就是它 跟這台忍者500相比啊 它是更加沉穩的 然後 它是比較溫的 它沒像這台忍者500 它是比較年輕有活力的那種感覺 所以兩者的差異呢 還是有 那兩者的共通點就是 它們兩個 都非常的好上手 而且非常有親和力 而且呢 是女性友善 但是呢 不同一點就是 這一輛車它可能就是 比較適合活潑 好動的那種感覺 那 忍者650呢 它可能就是比較沉穩 或是比較偏向旅行風一點點 所以兩者在騎乘過後 你會發現它們定位上 還是有所不同的 好 YT問題的最後一題 我比較好奇 交通部跟環保局 怎麼不把重機使用 鈦尾段跟碳圈尾段 燙傷的案例列出來 再決定 是否需要所有材質尾段 都要加防灘改 我覺得這真的是蠻低能 因為台灣很多這種 交通當責的官用 應該說台灣很多工部門的 這個承辦人啊 他們其實都沒有任何的相關經驗 但是卻要承辦這個業務 所以到時候就會出現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根本沒有接觸過 然後只能用腦袋去迷想 去想說這個東西 到底是怎麼樣運作 然後就訂出一件很奇葩的規定 重點是呢 它的這個覆蓋面積 只要符合規範的話呢 它就可以過 那像Kawasaki 它是用防灘改 可是如果像Suzuki 之前的那個GSX1000 它是用那種防灘快 就是一塊一塊這樣子 那你說你閃到這邊了 那這邊碰到還不是會燙到 所以說這個規定啊 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的低能 而且是非常沒有意義的 好那接著呢我們來到FB的問題 FB的問題第一題 像650比較多 還是像忍者400比較多 其實我覺得都像 在騎乘親切度的部分呢 忍者500比較偏向於650去了 但是在動力特性的部分呢 我覺得它比較像是忍者400的載進化 而不像忍者650 騎乘體感跟CBR500R的差異 首先第一個 車子的騎乘姿勢 不像500R這麼的運動 那再來第二個點呢 就是重量的部分 騎乘起來的輕盈感 比500R還要好 那再來第三個點 就是動力的曲線 我喜歡這台車 500R它氣太短的問題呢 到現在還是有 它的斷油轉速還是沒有過萬轉 但是這台忍者500呢 它的轉速可以一路拉到12000轉 重點是在9000轉的 最大動力輸出之後呢 除非是在高檔位高時速的情況 不然你也不會感覺到 它是整個疲軟下來的 所以說在整個動力延伸性 動力輸出上面來講 它是比500R還要更討喜的 好下一個問題 建議貼一點上忍者650嗎 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你一定 一定要去店家去跨跨看這兩台車 然後呢 最好就是這兩台車 你都騎上路 騎個5分鐘到10分鐘 你就會有定論了 因為你想要的是什麼 這兩台車 他們給你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忍者650它給你 是一個比較沉穩 然後呢 是比較溫和的調性 但是在500R上面呢 它給你的還是一個 比較青春活潑的感覺 雖然它的整個 扭力輸出提前了 但是呢 因為車子騎乘起來的輕盈感受 跟它的整個動力輸出的特性呢 所以你會覺得這輛車 它是比較靈活 比較好玩的 那 忍者650它就是比較 比較保守 比較沉穩一些些 所以看你是喜歡什麼東西 如果你比較喜歡沉穩的調性的話 那你就去買忍者650 那如果你喜歡活潑一點的動力特性的話呢 就買忍者500 好 下一個問題 手把會正嗎 另外K-LESS的話 開油箱怎麼操作 需要熄火嗎 我先回答K-LESS K-LESS的話 不管哪一家車廠 你要加油 基本上都是要熄火的 這是一個安全機制 因為加油熄火天經地義 那再來呢就是它要怎麼加油 來拿出這個K-LESS的鑰匙 然後按一下 它有一個鑰匙 然後呢 你車子轉這個鎖頭熄火之後啊 你再去把這個打開來 就可以加油了 那你說它不熄火可以加油嗎 理論上啦 應該是可以 我們來試試看 因為它的這個感覺啊 就是鑰匙頭 跟這個東西是分開的 那我們現在把它發動 發動了 我們把它打開 好 可以 它可以在發動的情況下 打開這個加油孔 但是呢我覺得 這很危險 因為安全起見 熄火就是麻煩 就是 加油就麻煩熄火啦 好 那再來把手會很正嗎 冷車的時候會比較正 熱車的時候 我覺得跟忍者失敗 是差不多的 下一題 沒有四缸 會不會自己打自己 你所說的自己打自己是 這台跟忍者400還有忍者650打嗎 我覺得 會 就像我剛剛回答的一樣 會 就是在看規格表 看它的一些官方資訊的時候 我真的有被誤導到 但是呢 實際上騎過之後 你會發現它們是不同的東西 所以這個地方啊 我覺得就是官方一定要好好的去宣傳 就是忍者500跟忍者650 脾氣上是有根本上的差別 再來呢 就是它跟4RR也是不同的調性 這幾台車呢 它們都有各自比較鮮明的差異點在 就看官方怎麼去好好的陳述這個東西 然後用很淺顯易懂的方式 推給大眾 推給消費者 下一題 你會買嗎 我不會買 為什麼我不會買呢 因為我們家現在還有一台R3 然後我老婆很愛那台R3 所以說這輛車 雖然我老婆騎過之後 她也很愛她也很喜歡 但是目前她沒有考慮把R3換掉 正差單疊真的是可惜了 確實啊這個點呢 我也覺得很可惜 因為我打開數據啊 忍者500它的競爭對手 基本上輕一射全都是到差 而且基本上輕一射 除了R3之外呢 全都是給輻射卡錢 而且是輻射對四 就只有忍者500跟R3還沒換 那這個點呢 我覺得是非常的可惜 但是前雙疊的部分呢 我覺得並不是必要性的 因為前雙疊它有好有壞 好的部分是它的自動力提升 那壞的部分 就是它的整個重量就會加重 而且它的整個基座啊 碟盤啊 卡鉗啊 油管啊等等的重量 其實你算一算 也是要個公斤來的 所以說它的這個重量增加 勢必是會不可擋 那單疊如果它的性能足夠的話 我覺得並沒有什麼不好 以這個中排性量的車來講的話 單疊應該還算是足足使用 好 FB的最後一個問題 感覺擋風鏡跟它款相比 低很多 效果如何 看圖片似乎是力側柱自助加油 會有影響嗎 比如說容易溢出 或者加油箱提早或延後跳起 自助加油的話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影響啊 因為每台擋車基本上都是力側柱加油啊 所以我覺得油箱插下去加跳停 就不會有什麼問題啊 但是我自己接觸過這麼多台車子 然後加過這麼多台車子來講的話 基本上很多檔車 包含我自己的T2跟60 都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的油加的太快的話 它很容易就是假跳停 假跳停就是說 你的這個油加的太快 油氣累積的很快 然後油箱其實還沒全滿 但是它就跳停了 這個問題在我自己的T2上面尤其是明顯 有時候這個假跳停啊 甚至是油箱加下去 它只加兩公升就跳停了 可是我的油箱明明有14公升 那殘餘油量呢至少也有個兩三公升 再加上它兩公升 了不起我還有10公升可以加 但是它就跳停了 有遇過一兩次 那這個時候呢我就叫 加油站的攻擊聲 或是我自己把油箱給拔起來之後呢 等一下油氣揮發一下之後 再插下去繼續加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風徑的部分呢 角度看起來確實是比較低 但是呢這一次它的風徑 寬度有加寬 而且寬度加寬蠻多的 所以說在擋風的效果上面來講 如果有常常出這台車的高角度風徑的話 把它改上去 它的整個擋風效果啊 你一定會很滿意 因為這幾天騎乘 我上高架 或是在比較嬌缺的地方騎的時候 稍微趴低去躲躲看風的話呢 我會發現它整個擋風的面積 其實在寬度的表現上面來講 是還滿不錯的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 忍者500的一個觀眾QA了 在這次QA呢其實我發現 還是有很多人 就是對於這輛車的定位 是很疑惑的 包含我自己在內 還沒有騎過它之前 我對它的定位啊 也是非常的疑惑 為什麼 Kawasaki要把熱血的忍者400變成 轉速域提前的忍者500 是把車變溫馴了嗎 是要讓這台車替換掉忍者650嗎 還是要把400跟650一次用這台車替換掉呢 但是在騎乘過後這台車之後呢 我會發現原來它是忍者400的後繼車 血緣跟特性上面來講也都沒有問題 只是說在官方的一些對外的資料上面來講 難免會讓人家誤解 可是實際騎過之後呢 你會發現它貨真駕駛是忍者300 忍者400的後代 而且呢跟忍者650是有所差異的 以上呢就是這一次的觀眾QA囉 就後面大家敬請期待正片的上市 好那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掰掰 謝謝大家